是否正常 非常好 看到回复了 说明设备是没有问题的 三点整 咱们就准时开始上课 我现在先来录一下课 方便大家看回放 各位亲爱的家人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新河瑜伽网络直播课堂 咱们新河瑜伽是瑜伽在线直播教学的领导品牌 我们希望通过帮助更多瑜伽老师的提升 从而让瑜伽帮助到更多的人 今天是颈尖私教理疗全面升级版第三板块的课程 那在前面两个板块呢 我们详细的学习了评估和松解的手法 今天呢会详细的来给大家讲解颈尖专用呼吸 包括配合呼吸的热身 今天的课程内容呢也是非常多的 首先会对上一节课进行查漏补缺 然后是理论方面的讲解 呼吸的重要性 呼吸和肌肉情绪核心 包括神经系统的关系 那在下半场呢 我们会详细的讲解颈尖专用的呼吸 这个课前怎么样评估 课后怎么样评估 那这些当场见效的颈尖专用呼吸的详解 包括配合呼吸的热身方法 都会在下半节课呢 给大家带来这些动态的实操的课程 是没有画面吗 画面应该是正常的 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对上一节课 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查漏补缺 上一节课呢是蔡老师带给大家的松解手法 针对于上一节课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很多 因为答一链接呢 我也翻阅了一下 更多的大家都是在问 什么啊我肩膀疼 或者是我有富贵包 或者有肩内扣 哪一节课可以调 老师那这个学员是有高血压 四十多岁 他身体是什么样的状况 请给我一套思路 我怎么样来给他调理 这一方面的问题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大家呢都是太心急了 刚开始上课 才学了两节课 一节评估一节松解 现在就想要整套的流程 那我们的课程呢 都是有逐步的流程来进行的 就像刚才给大家看的 从第一步到第十七步 那通过这十七步的 循序渐进的调理呢 会把这些肩内扣啊 胸曲不好呀 颈曲不好呀 包括锥肩盘 颈椎肩盘的一些突出 一些增生 颈椎空间的不足 肩周炎 肩膀的活动受限 这些问题呢 全部都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一定要耐下心来 按照课程的流程来进行 那这两个问题呢 相对来说也是 对于松解这一块 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首先第一个呢 是松解急凸的 这个过程当中 打开颈椎空间 它会有一个松解急凸 完了之后 把对方的头呢 往怀里拉 被动的来打开这个牵引 做牵引 把颈椎的空间打开 那有的人说 老师我做完之后 好像效果不明显 我感觉他头部 感觉做完之后 颈前身反而又严重了 那颈前身严重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坐在这里 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 现在呢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是躺在垫子上的 那当我们用双手 从第七颈椎的位置 这样给它拨开 沿着几处的位置 往上推的时候 在这呢 是用蔡老师 在上一节课 讲的非常详细了 是用身体向后倒的重量 把他的头顶呢 拉着往头顶的方向拉 而不是往天花板的方向 往上抬 所以这一块呢 是需要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因为刚开始 在进行这个手法的过程当中呢 是比较容易 你往怀里一拉 你的手会有一个往上起的力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要把手怎么样 我们的手呢 要拉着他的头 这样往你怀里面拖 千万不要往上抬 如果你越往上抬 那他颈前身就会越严重 这个呢 是给大家需要强调的一点 第二个问题呢 是这个学院有富贵包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富贵包 有一些上了年龄的人 他的富贵包会特别的大 那对于富贵包比较大的这些人 在找第七颈椎的时候 第七个大椎的时候 不太容易能摸得到 像没有富贵包的 我用手往这一放 我就能摸到这块硬硬的骨头 那有富贵包的这个地方 是这样堆起来的厚厚的一坨肉 我摸不到第七颈椎 那我怎么样来给它松解 如果是对于这种 富贵包特别明显的人 那我们的手法呢 还是一样的 手法一样 你手放的位置 你找不到第七颈椎 那你就要用手在这个位置 摸它的富贵包 富贵包在第一节评估的时候 我们有说富贵包 基本上形成的位置 就是在第七颈椎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把手呢 放在它鼓起来的这个包 中间的这个点 可以想象一下 我的手现在鼓起来 是像富贵包一样 是鼓起来的 你要把手呢 放在它富贵包中间的这个点 给它往两边拨一点 然后沿着极突的位置 往头顶的方向拉 当然你可以 你也可以把手放在这个正中间 稍微靠下一点点的位置 把它往两边拨开 然后往上拉 就是这两个位置 你都可以进行选择 一个呢 是在这个鼓起来的包 中间的地方 一个呢 是在这个包 稍微偏下一点的地方 那通过这一个极突的松解 松解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的手法只要做对了 给它做两三组松解 它的富贵包就会明显的变小很多 所以这个呢 是针对于上一节课的茶楼补缺 谢谢说 看见小阳老师很亲切 对呀 都已经一个礼拜 没给大家见面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 今天呢 我们会详细的讲解到呼吸 那这个呼吸呢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大家觉得呼吸重要吗 我现在坐在这 我可以不吃饭 我可以不喝水 我联系讲几天的课 我只要不是特别渴 特别饿 我都可以不用喝水 不用吃东西 我甚至讲话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控制我的身体不活动 那我只用嘴巴讲 我的胳膊和腿都不动 那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想让自己不呼吸 是不是不可能 因为呼吸是我们身体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运动模式 呼吸那肺是不是也在运动 在胸腔里面扩张收缩 扩张收缩 它也在进行运动 那这个运动呢 是在身体当中最最重要的 有呼吸才有生命 好比这个玩具汽车 有了电 它才能够动 那人体有了呼吸 才有了接下来一切的这些活动 所以呼吸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说到重要的呼吸器官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肺 对吗 因为肺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为重要的呼吸器官 那在这我想问一下各位 你们觉得肺有多大 在你 在你的脑海里面想象一下 肺有多大 它在胸腔里面大概哪一个位置 它的最上端到哪 最下端到哪 可以发到互动区 我们来探讨一下 看大家对肺的了解有多少 如果你只觉得肺在胸腔 我知道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我不太清楚 对肺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 那你可以发上来说 我不知道 有人说呼吸最重要 加合完事情说老师瘦了 这两天拉肚子拉的 确实有一点瘦了 你的眼力太好了 作为私教老师 眼力一定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眼力好 才能看出来 你给对方做了之后 效果有多明显 平淡说勒骨这里 还有人知道吗 手掌大小 有的人觉得是手掌大小 因为平时我们会说 心脏有多大 就是我们的手握成拳头的大小 是我们心脏的大小 有人说不知道 对 因为肺 我们虽然知道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呼吸器官 但是它究竟有多大 是什么样子 是有几页并不太清楚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先通过一段小视频 来对肺部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肺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 我现在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小视频的播放 这个呢 也是通过手机里面的这个3D body 给大家录制的一个肺部和隔肌的一个形态 我们通过这段视频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重要的呼吸器官肺 那从画面当中能够看出来 这是一个胸阔的图形 其他多余的部位呢 已经被隐藏掉了 胸骨柄 胸骨体 剑突 那说明这是一个胸阔的正前面 整个胸阔里面粉红色的这个物体呢 就是肺 我现在把画面进行一个360度的旋转 从画面当中能够看出来 粉红色的这个物体 它的体积非常的大 充盈了整个胸腔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肺呢 体积是非常大的 肺部呢 分为左右两半 左侧的肺呢 又分为左上叶和左下叶两部分 因为中间需要容纳心脏 所以左边的肺比右边稍微小一点 右肺呢 分为右上叶 右中叶和右下叶三部分 我们在这呢 要仔细来看一看肺的上叶 我把左右两侧肺的上叶点成了蓝色 从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 肺的上叶是很靠上的 最上角的位置呢 达到了第一肋骨和锁骨中间的窝窝的位置 从画面当中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 肺的上叶上肩的位置非常的靠上 所以当我们呼吸用肺的上叶进行的时候 肺上叶随着呼吸扩张收缩 那么肩膀的位置就会跟着上下的移动 那了解了肺之后 我们看一下肺部底端红色的这个是什么 红色的这个呢 就是隔经常说到的横隔肌 指的就是它 横隔肌呢 它像一把小伞一样 是向上撑起来的呈拱形 并不是平的 那撑起来的这把小伞呢 上面就是紧紧的挨着肺部的位置 这个呢 是关于肺部和横隔肌的位置 以及大小 通过这段小视频 大家是不是对肺更加的了解了 肺作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 它的体积是非常大的 你整个胸阔里面除了容纳一个心脏的位置以外 整个胸阔里面都是这两大叶肺 那左边呢 稍微小一点 因为有一个心脏的位置 分为上叶和下叶 右边呢 分为上中下三叶 那肺呢 已经充满了整个胸腔 那因为肺的呼吸的作用 在身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下面 课件下面的这一段话当中 也给大家写到了 如果呼吸的这个模式出现了异常 我们就不用再去想 我身体其他的运动模式是不是正常的 呼吸出了问题之后 那你身体当中其他的运动模式一定会出问题 如果你的呼吸只是在前表的位置靠上的位置 那你呼吸整个气息没有下去 这个时候整个胸腔里面的氧气含量是不够的 那这些吸进来的空气呢 通过肺把氧气输送到血管里头 把二氧化碳呢 再呼出来 那当你的呼吸很浅的时候 那是不是进来的氧气就会非常少 那同样这少部分的氧气进入血液里面 即使供到全身 全身的部位都是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 所以一些人头部的一些迷迷糊糊 感觉眼睛视力不清楚 头部非常的沉重 有的时候懒懒散散的不想动 这些都跟你的呼吸比较浅 体内缺少氧气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在下面这一段呢 也给大家写了 缺氧会导致血液当中携带氧气的功能减弱 那减弱了之后 血液当中的这些毒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排出来 同样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免疫器官也会失调 他就不会好好工作了 因为氧气不够了 就像人没有吃饭一样 他没有力气去工作了 所以疾病形成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呼吸 因为呼吸太短浅了 因为没有办法更把更多的氧气吸进来 这一部分呢 那是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关于肺部 关于我们这个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呼吸 那呼吸在身体当中都可以影响哪一些部位呢 首先呼吸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压力 第一节评估的时候 是不是让大家对情绪也进行了评估 那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你评估完 如果这些人的情绪是非常低落的 压力非常大的 你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他的呼吸 看他的呼吸能不能很好地向下走 是不是更多的是在偏上方的这些位置 那呼吸除了影响压力和情绪 还会影响身体当中肌肉的收缩和伸展 同样它会影响到整个核心的稳定性 包括我们神经系统 在这儿呢 它更主要的是影响植物神经系统 那植物神经系统在接下来的课程里面 也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讲解 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 那呼吸和压力跟情绪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人非常生气的时候 想要发脾气的时候 觉察一下自己的呼吸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很多人会说 你觉得你要发脾气了 先深呼吸三组 你觉得你现在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先深呼吸几组 再来把这个决定说出来 你觉得你要骂人了 要说出来一些不好听的语言了 来先深呼吸 然后再来张嘴说 那是不是呼吸完之后 你会突然觉得 这个决定我好像要再思考一下 我的脾气没有刚才那么急躁了 没有那么想要骂人了 这些都是跟呼吸有关的 不同的呼吸方式呢 它会影响到人的不同的情绪 你看上面给大家写到了 不当的呼吸呢 会让人变得情绪紧张 烦躁 负面的情绪 以及压力 没有办法得到释放 没有办法得到舒缓 那我们对呼吸的控制 你呼吸你能够控制住它 让它很好的往下走 那你的这些不良的情绪 紧张的情绪 急躁的情绪 你就可以适当的得到缓解和调整 所以呼吸对于情绪非常的重要 那情绪跟呼吸之间呢 它其实是两个互相影响的 当然受到惊吓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先吸一口气 然后屏到这儿 你突然间向外面 很响的一声东西掉下来 整个人是不是会突然间 然后猛的吸一口凉气 然后就屏吸屏到这个位置 那这是不是情绪影响了呼吸 那同样 如果你呼吸非常急促的时候 你现在想要让你的思维 让你的大脑 让你的情绪平静下来 那也不可能 对吗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呢 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在这下面呢 给大家也列举了五种情况 一个是受到惊吓 一个是疲劳和烦闷 另外一个呢 是生气难过的时候 还有紧张 担心 焦虑的时候 我们快要考试了 应该现在很多人都考了驾照 对吗 考驾照之前 有没有发现 你没有办法让呼吸变得很深沉 你的呼吸会很急促 因为你很担心 很害怕 包括像我之前去考试 那个心理咨询师的那些证书的时候 也是 从踏进教室的 踏进考场的这一瞬间 我就开始觉得 我整个呼吸就变得更靠上了 我的胸腔会跟着浮动 因为我很紧张 很焦虑 我很担心我这一次考试 能不能考得过 所以呼吸没有办法很好地下去 但是当开始考试 我把呼吸调整好了 让气息下去了 突然间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 整个情绪全部舒缓下来了 其实呢 那就是刚才说的 呼吸跟情绪之间 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有人说 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你能觉察到 你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你就要先来观察 你能否控制你的呼吸 如果你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呼吸 那你就可以调节你的情绪 车心草说 松解的下一步 这个呢 等到达一的环节 现在你到达一的环节 你再提醒我 达一环节 我再来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那这个呢 是关于呼吸 对于压力和情绪方面的影响 那呼吸对于身体当中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大家现在坐到这儿 深吸一口气 或者是呼出一口气 然后屏吸 有没有觉得你全身的肌肉 都紧张起来了 你在屏吸憋气的过程中 你憋着这股气 你不吸 或者是不呼 憋着这股气 来感受一下你的脚趾头和手指头 你还能这样非常灵活的活动吗 其实这一部分呢 就是呼吸对于肌肉的影响 当然我们的课程是针对颈尖 所以对于呼吸和肌肉之间的影响呢 我们也着重的聚焦到颈尖部位的这些肌肉 那接下来会通过另一段小视频 给大家来了解呼吸的过程当中 上半身颈尖部位的肌肉 是怎么样参与其中在进行运动的 我们通过这个动态的小视频呢 来看一下在呼吸的过程中 肌肉是怎么样在进行运动的 首先看第一部分斜角肌 斜角肌在呼吸当中提升第一二肋骨 来增加胸阔的空间 那第二部分呢 是胸锁乳突肌 胸锁乳突肌提升的是胸骨和锁骨向上进行提升 第三部分是胸大肌 胸大肌它是把整个胸阔进行向上的提升 来增加胸阔的空间 第四部分呢 是肋肩肌 肋肌同样也是把胸阔呢 进行向上的提升 把肋骨向上提 那第五部分也是呼吸当中最为重要的横隔肌 横隔肌在收缩向下的时候 可以增加整个胸阔内的空间 让呼吸更加的深入 那第六部分呢 是背阔肌 背阔肌也是同样把整个肋骨进行向上的提升 第七部分呢 是在上背部的上后聚肌 上后聚肌同样可以把肋骨进行向上的提升 通过这个视频是不是非常明显的能看到 我们呼吸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 是通过这些肌肉 把整个胸腔的位置给它扩张 给它加深 或者是扩大一点 把里面的空间打开一点 才能吸入更多的氧气 像第一个视频里面我们看了 因为整个肺部它充盈了胸阔 它想吸入更多的氧气 更多的空气 那是不是胸阔要给它更大的空间 它才能够注入更多新鲜的空气 那这个空间从哪来呢 那就是从这些肌肉不断的 把胸阔往上拎 把上面一二勒骨 锁骨的位置 后面勒骨的位置 把它往上提 是不是往上一提 整个里面的空间打开了 那胸大肌胸小肌也是一样 把整个胸腔的位置往上提 打开里面的空间 但是在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需要大家来考虑 那关于颈尖 胸大肌上背部这些肌肉 它们不停的在用力 特别是我们脖子这儿的肌肉 可能会更加明显 它在用力把胸口往上提 然后增加我们呼吸的一个容量 增加胸腔里面的容量 吸入更多的空气 那它长时间的这样收紧 收紧往上提 收紧往上提 那这些肌肉是不是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 就像上一节课 蔡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些 斜角肌跟胸索乳兔肌的松解 你会觉得松完之后 气下去了 那是因为这两块肌肉呢 它不再拎着这个位置 把它往上拎 往上拎 这个位置平缓 平在这里 肩膀的位置平在这里 不动了 你的气息往下走了 那这个呢 是脖子部位的肌肉 那胸大肌 胸小肌 包括肋肩肌 因为在这儿 胸大肌跟胸小肌 它们两个的位置呢 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胸小肌稍微小一点 靠外一点 胸大肌呢 大一点 把胸小肌是这样 盖在里面的 所以在这儿 我们着重的来讲 胸大肌 胸大肌和胸小肌呢 它们都连在大臂的位置 那就相当于是 前面有一根绳 拉着大臂 拉到胸腔的位置 那胸阔的位置 要打开 打开 那是不是这些胸大肌 就要收 把胸腔往上提 提 提 这样给它往上提 那胸大胸小肌 是不是会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因为它不停的 需要这样提着胸阔往上提 提着它往上提 不停的在做 这种收缩的运动 那很多做私教的老师 都知道 肩内扣是怎么样形成的 因为胸大肌 胸小肌太紧 把肩膀向前拉进来了 那你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我这有一根绳子 把它从大臂的位置 拉到胸腔这 那它每一次收缩 收缩 它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那是不是就拉着肩膀的位置 往前往前往前 就形成了扣肩 那很多老师也知道 扣肩吧 肩膀内扣 前侧胸大肌 胸小肌太紧了 我给你松解一下 起支点的位置松一松 肌腱的位置松一松 哎 松开了 你肩膀就展开了 但是你现在是给它松开了 如果呼吸的这个模式不调整 那它是不是还会回来 因为它还要继续收紧工作 收紧工作 通过它的这个工作 把胸腔往上提 来扩大肺的容量 那时间长了 你给它调回来 它又回去了 你给它调回来 它又回去了 那这个呢 是关于胸大肌 那怎么样让这些胸大肌 胸小肌脖子部位的肌肉 让它真的能够放松下来呢 那就是视频当中给大家讲到的 横隔肌 呼吸当中最为重要的肌肉 横隔肌呢 它是不是像一个小伞一样 我这呢 拿了一个气球装了水 是不是像一个伞一样 是这样撑起来 顶在我们肺部底端的 那如果横隔肌这样向下压下来了 横隔肌在这个位置像伞一样撑在这 它现在是处于一个拉长的状态 如果我让横隔肌收收收收收缩 给它压下来 那是不是整个胸阔里面 纵向的这个深度就变深了 气息就可以更好的下来 到肺的底端 你气息越往下走 那你是不是上面的这些部位 上面的这些肌肉 它就不容易产生代偿 它就可以更好的休息 不需要过度的这样通过它提胸阔来增加空间 因为隔肌往下降 整个胸腔里面的深度已经够我们的肺来呼吸了 而且你的隔肌只要能够这样降下来 那肺部的呼吸呢 就不单纯是在肺的上液中液 它也能够很好的到达肺的下液 你整个呼吸里面氧气的含量就会更多 血液里面氧气的含量也会更多 所以我们在呼吸调理的过程当中 更重要的呢 就是要让这个像伞一样撑起来的横隔肌 往下收 然后放松 往下收 通过横隔肌向下收缩 来让整个肺部的呼吸更加的向下沉 向下伸长 那这个是呼吸对于我们身体当中肌肉的影响 那同样呼吸对于核心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呢 我专门拿了个气球 这个被今天被他们玩的有点 有一点中间有点形状 我们可以看整个核心的位置 腹部核心的位置像什么样 是不是一个圆柱形 上面呢 是这个横隔肌给它封的顶 下面呢 是盆底肌 像个网兜一样给它兜住这个底 那周围呢 是一圈辅恒肌 加上后背的多列肌 是不是给它围的严严实实的 就像这个装满水的气球一样 它是围的严严实实的 只是我们腹腔里面是内脏 这个气球里面呢 是水 所以它都是一个密封的容器 那这个核心不稳定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像这个气球 作为核心的位置 它很不稳定 那我坐在这儿 是不是会这样功倍 或者是塌腰 塌腰翘臀 或者是功倍 或者是做一些这种侧弯 整个骨盆侧弯掉下来 那如果骨盆是一个不稳定的 核心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那我收着 坐在这儿 那我的隔肌能很好的下去吗 是不是没有办法下去 因为它是这样折起来的 你折起来之后 你没有办法让隔肌 很好的向下走 那呼吸会怎么样 又顶到上面来了 就违背了刚才 我们想要隔肌下来 让呼吸往下走的这个原理 那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再通过一段视频 来看一下呼吸的时候 整个核心在做什么样的运动 本来是想要通过一个 就是做的一些 嗯 就是气球跟那个矿泉水瓶子 做的模型 但是手比较笨 没做出来 所以还是需要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比较短 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呼吸的时候是什么样 呼吸的时候 隔肌往下压 整个腹腔 是不是有压强就增大了 就像这个气球 我做的 因为气球它外面呢 不像我们的肌肉筋膜那么紧 它是比较松软的 那像这个气球 如果我不压它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来回的转动 因为它里面的压强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如果把这个气球 就像隔肌 推起来的隔肌 我通过呼吸 把它向下沉 沉下来 那这个气球 现在是不是里面的压强增大了 因为里面的水呢 往下一压 它会向四周扩散 但是外面的这层膜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肌肉一样 它会把它往中间包裹 给它往中间挤回来 所以你的隔肌越往下 那腹核心的压强就会越大 那核心也就会越稳定 刻价咋跳了一下 越往下沉 腹核心就越稳定 隔肌越往下压 腹腔里面的这一圈压强增大了 它的稳定性就会更好 这个是核心对于 呼吸对于核心的影响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核心对于神经的影响 我现在坐在这想要说哪一句话 想要做哪个动作 想要抬头或者抬手臂 是不是都是通过我的神经在控制的 那神经发给它信号的是哪 就是我们的大脑 大脑是作为人体当中最高的司令 它在这发号示令 那这个示令它发出来的这个信号 通过神经来控制全身 那神经呢 在身体当中是有两套神经 一套呢 是我们可以通过意识 通过你的意志 你的思想来控制的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 我想抬一下右手 我想转头看一下右侧的窗帘 或者我转头看一下左侧的墙壁 那这些是不是都是我可以控制的 我想一下 我接下来要讲哪一句话 让大家对神经更加的清楚 我都是可以控制的 那这一套神经系统呢 叫做躯体神经系统 就是你可以主宰它控制它的 那还有一套神经系统呢 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这些意识来控制的 例如现在 我今天中午吃饭吃的比较晚 因为面试了一个老师 我刚吃完饭过来上课 那现在我的肠胃是不是在消化 刚才吃的这些食物 我很想来控制它 说哎呀我要减肥 胃呀你别消化了 肠道你也别吸收了 让我赶快瘦下来吧 我要减肥 你千万不要再消化这些食物了 那这个时候我能控制得了吗 没有办法控制 肠胃它还会自主的运动 心也是一样 我想心脏你都跳了二十多年了 你休息一会吧 你别跳了 肺也是一样 你都已经呼吸工作 这个运动模式工作了二十多年了 快三十年了 你休息一会吧 休息半个小时 你不要动了 你就静静的待在这儿 是不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它 那这一套神经系统呢 被称作植物神经系统 那现在大家觉得植物神经系统更重要 还是躯体神经系统更重要 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 觉得躯体重要的回复一个一 觉得植物神经系统重要的 请回复一个二 我看一下大家觉得这两个神经系统里面 哪一套对身体来说更重要 看起来回复二的人还是要多一点的 对 一定是植物神经系统 那这个人没有手臂 没有腿 眼睛看不见 耳朵听不到 能不能生活 能 不会影响生命 那如果你的内脏不运动了 你的心脏跳一会儿 累了歇会儿 肺工作一会儿 运动一会儿 累了歇会儿 那是不是这个人的生命就成问题了 所以植物神经系统在身体当中 是最优先管理的这套系统 大脑呢 会第一时间先来管理这一套植物神经系统 那植物神经系统可以很好的运作了 大脑才能够有多余的这些心思和精力 去支配躯体神经系统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也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一套植物神经系统 那呼吸对植物神经系统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仔细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植物神经系统 植物神经系统也被称作自主神经系统 包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听到这两个词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太亲切了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这一套植物神经系统呢 它主要分布在内脏里头心血管和腺体里面 淋巴腺体各种腺体里面 管理这些内脏呀 血管啊 它们的感受和运动 在肌体里面起到主导的作用 比如说交感神经 它可以让人非常的兴奋 因为心跳加速了 呼吸也加快了 那这个时候氧气含量多了 人就会更加的兴奋 那副交感神经呢 它是控制让心跳降慢一点 呼吸平稳一点 那现在氧气含量没有那么足了 那整个人是不是就趋于更加平静的状态 那这一套植物神经系统呢 它除了支配这些内脏 全身的血管毛孔都是在植物神经系统的支配下 天气热了你要出汗 能控制吗 是不是没法控制 夏天我今天化了一个美美的妆 要出去约会 要出去逛街 我要想一下 千万不要出汗 一出汗我的妆就花了 但是能控制吗 温度一高 你还是会出汗 因为这是植物神经系统在控制的 所以我们身体当中 你想让这一套植物神经系统更加的稳定 大脑能够多出来更多的空间 更多的精力去支配这些躯体神经系统 那我们是不是要让这一套植物神经系统 更加的平衡 更加的稳定 大脑才能够更加的放心 我管理一下 看起来它运作非常正常 那我就放心了 我可以更多的去管理躯体神经系统 那在这儿呢 我们让这个神经系统 植物神经系统更加稳定的就是呼吸 呼吸是可以平衡植物神经系统的 让植物神经系统趋于平衡 让它的工作更加的平稳 那这个时候大脑才能够有更多的意识 去支配身体 去支配一下啊 我要让这个部位的放松一下 这个部位的肌肉放松 我要让隔肌往下沉 隔肌沉下来之后 隔肌的收缩 气息向下走了 身体上面的这些部位放松 那颈部的部位放松了 气血能够更好的往头上面走 大脑才能够分出更多的精力 来去支配更详细的支配身体当中的 其他的肌肉和骨骼 所以这个呢 是关于呼吸对于神经系统里面重要的一点 需要大家来了解的 那这一以上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在第一板块第七节课程里面 给大家讲到的关于呼吸的理论知识 那再占用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想跟大家来聊一下 你们觉得上一节课给对方做了 松解效果非常明显 是你的手法非常厉害 还是学员自身的适应能力更加的厉害 大家可以发一下 你如果觉得老师厉害 手法太厉害了 手法让他更好的放松下来了 你可以发老师 如果你觉得是学员 学员内在的这个适应能力 这个内在的自我疗愈能力更厉害 那你可以发一个学员 看到有人回复说学员 学员适应能力 也有人一个人说 李瑞说老师 但是明显看出来 学员的回复比例是比老师大的 在这儿呢 就是要在上半节课结尾 给大家要来进行了解的一部分 就是沟通理念达成共识 那这个理念是啥呢 就是理疗不是我们老师来治疗学员 而是我们通过激发学员内在的求生意志 让他自己来疗愈自己 理疗不是我治你 是你自己治好了你自己 让学员呢 跟你达成这个理念上的共识 他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找到 他为健康做出的这些事情 为健康做出的这些付出 从而让他更好的来配合课程 那当然他自己跟你的理念相同了 那当然他会从内心里面 接受这个问题的改变 他的问题当然也会好得更快 所以这个理念呢 我们一定要跟学员来进行一个 理念上的沟通 就跟你家里面的小孩读书的时候是一样的 如果你一直逼着他 你去学习 你去写作业 你去背单词 那他往往学习的效率并不是很高 因为你们两个的理念 你们两个的思想是不统一的 那如果你跟学 跟孩子可以进行一个理念上的沟通 那好好学习是你的意识 也是孩子自己的意识 那现在是不是不需要你怎么样去主动的催他 你去该到点了 去学习 去写作业 他会主动的去学习 而且学习的效率一定是比之前好很多的 那下面这两段话呢 也是刚好我这两天在看的一本书 《无效的医疗》里面看到的两段话 第一段呢 是《无独一身轻》的作者林光长先生 为《无效的医疗》写的一个前沿 也就是序 就是你刚翻开书最前面的那一列 里面呢 我看到这样一段话 健康是你的权利 更是你的责任 任何医疗的有效与否 都和你自身的修复系统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该为你的健康负责 医生只是你的助手 那下面的这一句呢 是《无效的医疗》这本书 作者在靠近这本书结尾的时候里面的一句话 要看诊就去找一位不一定给你开药 但是鼓励你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的医生 其实通过这两段话 跟前面的那一部分一结合 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加的清楚 那我们给学员疗愈的是啥 我们只是给到他一个方法 一个心理上的引导 那更多的是学员通过我们的这个引导 来激发自己内在的求生欲 激发自己内在的自身修复系统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在给学员进行理疗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跟学员来进行沟通的 你看上一节课松减完效果这么好 不是我的手法有多厉害 是你身体的适应能力 和你想要疗愈自己的心 和你想要治疗 疗愈好自己的这个愿望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你的这股愿望越强烈 你的想法越强烈 那你的病一定好的是更快的 所以这一部分呢 是在上半节课程结束之前 给大家来进行的分享 现在我们来切换教室 准备进入到下一场教室 下一间教室里面呢 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讲到实操的部分 那我就要先下课了 我们马上切换教室